中文语音转换文字软件 单元1 认识STT 你们有没有听过什么是STT呢? 又知道STT是什么呢? STT其实是中文语音转换文字软件 Speech to Text的简称 STT是一种软件 透过这个电脑软件 我们可以将话语转化成文字 也可以称为语音输入 可能你会想 我有没有需要学习使用STT呢? 如果你符合以下的试打中情况 你就应该学习使用STT 第一 可能你最近做过测试 第二 学校告诉你你符合资格 在HKDSE的某些科目里使用STT搭体 第二 你有不少功课 都可以用电脑打字的方式来完成 而你就想学用STT来做功课 符合资格的考生可以透过学校 向考评局申请使用STT进行考试 在公开考试里面 有八个科目可以使用STT进行考试 包括通识 中史 地理 历史 英语文学 倫理与宗教 旅游与款待 以及健康管理与社会关怀 如果你想知道更多使用STT进行考试的资讯 请向学校老师查询 可能你会想STT适不适合我用呢 如果你在考试的时候 经常有很多东西想表达 但书写速度不够快 经常写不迟 又或者有很多字都想不起怎么写 又或者是经常因为写字太了而失分 如果你经历刚才我所说的情况 那么STT可能就可以帮你减轻部分困难 不过在使用STT的时候 亦有一些需要注意的地方 例如声能发音 电脑操作等等 要学好使用STT的技巧 就记得要多做练习啦 如果你将会是学习使用STT 你可以做以下的准备 恒常练习 因为考试的时候用STT功能是不准上网的 所以准确度后会差一点 平时可以使用MacBook 或者手机内置的语音输入功能练习 开始的时候 你可以透过朗读报纸或书本 练习好朗读的技巧 然后尝试用STT作答学科题目 有些支持较难被STT软件辨认 我们就需要学习一下如何处理这些拦置啦 学习学科答题的技巧 帮助自己组织答案 对于使用STT考试有疑问的话 应该向学校老师了解考试的详程 不论是MacBook或者不同牌子的智能手机 我们都可以使用内置的语音输入功能练习STT 如果你是使用智能手机 你可以先开启你手机内的备忘录APP 然后点选密克风符号 以使用语音输入功能 接着我们就可以练习使用STT打字 由于连接网络功能回应向STT的顺确性 为了模拟考试时候的情况 记得每次练习之前 都要将上网功能 包括WiFi和流动数据功能关闭 如果你是用MacBook 可以先检查一下自己用哪个MacOS系统 只要开机之后 按下萤幕右上角的 《苹果船单》里面的《关于持Mac》 就会弹出一个视窗 告诉你知你部机现在用哪个MacOS 知道了电脑用哪个MacOS系统之后 我们就可以设置STT功能 如果你使用的MacBook 不是用最新的系统Catalina 即是例如Mohavi 或者Hi Sierra等等 可以先在电脑左上角 开启系统编号设定 选择键盘里面的听写一栏 然后跟着这幅图示里面的红色箭咀的指示 设置听写功能 接着我们就可以开启Pages文书处理软件 在键盘按两下Fn 开启STT功能动画 接着我们就可以练习使用STT打字 由于连接网络功能会影响STT的准确性 为了模拟考试时候的情况 记得每次练习之前都要将上网功能 包括WiFi和流动网络功能关闭 谢谢大家 如果你的MacBook是在Catalina 就要在系统编号设定里面按辅助使用 然后在弹出来的视窗的左侧栏里面按语音控制 再点回启用语音控制 启用语音控制之后 在屏幕上会出现一个迷高峰 如果要余音控制 暂时停止运作 你可以按一下睡眠 如果要用余音控制 按一下换成 我们开启Pages之后 就可以在文件里用STT打字 同样的大家要记得关注上网功能 平日用STT做功课或练习 只要有配备语音输入功能的电子产品就可以了 但是在文坪市使用STT考试的时候 硬件配置的要求比较严格 例如 第一 MacBook Air电脑 考试时必须停用上网功能 第二 配备米高峰功能的耳筒 第三 滑鼠 因为在考试时必须停用MacBook触控板 第四 防噪耳罩 如果不是在独立房间应考 配搭耳筒后 就必须戴上防噪耳罩 第五 电脑充电器 建议在考试时插上电源 第六 如有需要 可向考评局另外申请于考试时使用手写片 除了手写板之外 我们也可以使用 例如 促成 倉竭 拼音等的文字输入法输入文字 文书处理软件方面 考试时可以使用MacBook内置的Pages文书处理软件 又或者使用Microsoft Word 不用担心 到时学校老师会协助你作出需要的安排 现在先学好如何将语音转换为文字 做好准备 今次的课堂就到这里 下课见 nueve